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招骂 但是这就说明你看 你说我们按说也不是什么追赶新闻的节目 经常是尾随新闻 但是有时候到了某种时候 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不是不太适宜 或者说你就有点不敢 你在这个时候你敢于聊别的话题 不是说娱乐节目都停了吗 是吧 我们是娱乐节目吗 咱们还不是娱乐节目吗 你以为 昨天还真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所以现在就是各个电视台的反应 娱乐节目就停了 所以今天你看包括人的着装 大家都挺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所以双科我先要问问你了 我听说地震发生的时候 你就在福建 我就在那大概有一百多公里的 在黑水线 我们去考察这个达国冰川 我们先一天上冰川上到了4860米 大家已经比较疲劳 然后我们第二天早晨 应该那会儿我们刚刚差不多在醒来 突然之间 这个剧烈的摇晃 包括楼板的那种 发生这种吱吱嘎嘎的声音 是因为以往的这种地震的时候 我们也经历过 比方说当年唐川地震 比方说应该差不多五年前的 汪川大地震 玉树大地震 这时候我们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 我们都感受到那种晃动 我们会看了一件悬挂的东西 比方说悬挂的灯 或者其他吊的东西会有摇晃 但是像这次有这么近距离的 对我来讲还是第一次 能感受到的这种楼板的在晃动 然后这种木门 在吱嘎嘎猛烈的 就好像是有好几个标情 大海在撞这个门一样 而这个床的话的这种抖动 是跟我们在远距离千里之外的感受不一样的 这个床就好像有人把它再抬起来 再猛烈的晃动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大自然的采烈的力量 是给我们展示出的另外一面的残酷 对说是在亚安 我刚才听他说 怎么成都都有人跳楼 11层楼上跳下来 这是个别民众 他大概是因为在对于成都人来讲 已经经历过的这不是第一次了 大家可能是恐慌 我觉得这个背后是源于我们对于这种地震的这种来临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应对 我们缺少一些这种基本的常识 因为我觉得是从 不跳楼 要从11楼或者说高楼去跳下去 那无异于立马叫做自杀的行为 而如果说我们找一些相对坚固的 比方说建筑的三角地带 建筑物的这种狭小空间区域 也许我们存活的几率会高一些 这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 我倒是对刚才文涛说的 就是说美国跟这边的看法不一样 因为好像就请教您这专家 就是说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实际上在预测地震方面 虽然全世界到现在都无解 但是中国远远领先于美国 甚至有人就是比较夸张 说如果说在这方面美国是个中学生 中国就是博士后了 因为中国的这个预测 这个人口众多 这个问题特别重要 所以一向以前也有过预测到了 而且好像就是说 全民经过那个问山大地震 都变得很专业 都觉得比如说 这个龙门山断裂带 说的汶川是在中段 已经发生过了 这次是实际上是那个南段 所以呢 实际上有可能就是预测到 这个在近期内 有可能它就要爆发 地震这个东西 你要说预测的话 是讲一个趋势 我特别想说借这个平台 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知道 地震是不能预报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看到 国家地震局花那么多钱 但是国家地震局 这就相当于说 我们现在的科技是发展有短类 我们医学上 我们对许多癌症 我们还没解 我们只能说 也许是对这个个例 会有解决的办法 但于整个来讲我们还没有突破 对癌症的研究 但是你并不能说我们人类现在对癌症没有解 我们让这些医生都不要做研究了 把这些机构全撤销掉 因为国家地震局任何国家设定 但这样的机构呢 它是带有说不仅仅是研究 因为迟早我相信人类有一条要突破 为什么说地震这个东西不能预报 是说在于我们人类对所有东西的认知 是源于我们的触觉 比方说我们的视觉 我们的这个味觉 我们的这个触摸 你能看得见的 你才能认识到 所以说我们气象能预报 是源于至少说人类的触觉 你能看得见的 你知道是什么 你看这个黑色的语言图 还看见一个记忆语言 你就知道要怎么样 但是呢谁能说低头一看 看一下地下说一毫米 说这个地板上面是什么 如果有能说出来 说它能有预知 这一定这是 那海城大地震就那七五年 那大地震不是咱们预测好 那是状况的吗 谁说预报过的 好像就觉得是那个 国际世界史上有限的几次预测的 至少说我看到的正规的出百物 我讲正规出百物 从来没有提到过说 人类成功的预报过一次地震 所以你开的那个消息 一定不是正规的 这几天微博上 他们都给我看 好多人把这个几个月前的 那个大仙的那个微博都发出来了 确实是啊 比如说是什么二月份的时候 就说了那个方向 有什么七级的大地震 这个现象怎么理解 后来有个人说 说实际上 就是就现在每天都有人预报地震 但他总要压重一回 然后他就把那个 全世界几十亿人 这其中的话 不乏这个这方面有这种爱好的 或者说自认为这方面有特异功能的人 天天都会讲 但是几十亿人里面讲错的 没有人去追究 讲错是没有责任的 只要说偶尔这件事情一过以后 说我曾经哪天讲过 你看我还有微博为证 我还要曾经在哪发表过留下的痕迹 但是后来又怎么样 是因为这是一个 就像讲一个人一样 一个人无论说身体多健康 总有一天 他走向另外一条路一样 总有一个人会说对 这样的东西是不可重现的 没有任何科学价值的 所以你明白了吗 就是说实际上地震预报这个事 现在都很难说是在科学的门槛里头 有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 在这两天还讲了 说地震预报工作者就非常难 最难的是什么 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难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是根据一个 你还没有说是有把握的一个科学因果手段 你要说这弄了一下就一定地震吗 你还没找到这个因果的一个工具 所以说你知道他有上次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有个国家地震局的都到什么程度 报纸上登了 他的那天发了 今天晚上因为震了之后 他们都被人骂 然后发的都预警了 今天晚上预警 然后成都那边亲友打电话 问他该怎么办 他就说他在外边待着多冷 或者在外边待着多难受 回家睡去吧 回家睡去吧 或者说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凡有预报了 凡有预警的都不会震的 你想他自己 这就完全是一个没 目前人类还没找到 我听说是说90年代的时候 曾经一度有过地震预测界 有过乐观的时候 后来说包括美国那边都放弃了 说这因为没法预测 所以不如就关注这个 把这个房子盖得更结实 基础设施搞得更好 这样震的时候不会 他好像这次就说 因为咱们接受了那个汶川的这个 这个教训 所以呢就说这次的很多楼房都没有他 只是一些老房 就是08年以后盖的 这个四川的一带的都没有他 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次的地震的本身强度的话 低 再一个呢 这次的烈度小 这是有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说呢 台湾地震的这个预报问题 包括呢 因为我想是说除了我们认识的原因 我们的触觉所能触摸的空间以外 还有另一个 咱们我们讲科学 什么是Science Science是说在于说 在同样的条件 同样的环境下 你能按照这样的实验方法得到的结论 你也能得到 我也能得到 就是说统一环境下 可以重现 可以在线的现象和结论 这叫科学 偶尔撞上了一次 也许是经验 经验的东西也许有用 但是经常也许是没有用的 因此呢 当我们如果说预报 地震预报 也许有一天 会跟现在天气预报一样 进入到真的深 我们能发售24小时 48人 几个月 天气预报 准确率也不高 但是它至少说 它有一个可以重现的模式 比方出现什么样的气压 什么样的气旋 会产生什么样的风向 基本上有一个模式 而这个模型的话 可以再现 但是地震是不一样的 是因为我们的认知的问题 你就是能给地层 做CT 做核磁共振 你也看不出 看之后 你不知道是什么 甚至你不知道 它代表什么 你说你看着 这样的裂缝 代表什么 像这次地震一样 因为在一般的常规里面 有这么一个断层 这叫上盘下盘 历史上最厉害的 是叫做走滑断层 比方苏蒙达拉 比方说美国著名的 深爱德烈斯大断裂 是因为地球出现 这么两个断裂 这一盘往这边移动 相对的水平错异 这也很厉害 但是我们这次 是叫逆冲 清早高原 本来这个上盘 地球这么断了 这么一个巨大的板块 这边应该往下走 这边往上走 这叫正向的 这次发生的情况是这样 上面这么巨大的 这个难以计数的 重量的东西往上跑 下面的东西往下沉 它压迫它往下沉 这是整个的四川盆地 这是清早高原 整个这个板块 所以造成的 在这个地区 龙毛山大断裂 历来是在中国的 我们整个地质环境里面 比较脆弱的 容易发生 这种大地震的 一个地区之一 就源于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那边的印度次大陆 那个板块一直往北冲 对 我们这边的又强大 又顶着 这两个家伙顶的时候 就会发生 经常发生这样的一些 而且这块说是地壳 比较薄是吧 就是 它是破碎带很多 它破碎带的很多 非常很多 他们说上次这个汶川大地震 为什么伤亡那么一样的严重 就因为发生了很多 那个山体滑坡的现象 这次好像说没有什么 这次但是宝兴也是很厉害 就是从318国道 从这个庐山 再往这个219国道 219省道去的那个路上 有一个有一个县城叫宝兴 就著名的嘉金山 当年红军经过的那个 嘉金山 嘉金山 我们有些我们的游客 或者说登山了 去四公娘山 然后必经之路 就宝兴 宝兴县城这个位置 地貌环境地质结构 跟当时发汶川地震的时候 像北川这一带很接近 很相似 中间是河流升切 然后呢 两边的话峡谷耸立 那么这个居民点 巨大的县城是个居民点 这个居民点的话 是密集的分布在 狭窄的山坡之上 所以上地震 如果引发滑坡泥石 就很容易 再说了 这个地区本来就是 变质岩 这种岩石 本身就比较疏松 经不起这样的一些晃荡 一晃荡 也许平常看着这个石头 还能在上面站得住 一个晃荡 一块大石头掉下来了 一个大山坡垮下来了 那这次应该是说 在平原地区 相对来讲 受送的程度轻一些 在山区很厉害 在山区很厉害 是源于跟我们上次的 汪川是一样类似的 因为上次发生在 整个这个山区 所有的居民点 县城 基本上都是在 峡谷里面 两边的话 这个地势又很险峻 一点点的花旁 泥石榴或者他方 就能引起巨大的灾难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民生无小事 正是你我关心的话题 一起微笑着进步 发挥民意 监察正能量 民生银行信用卡 社会正能量 星期六 凤凰瑞士中安台 咱们可以看看 这次的这个传来的一些图片 这是人们都跑出来了 这个是小夫妻 你看他裹着被子 人家再看下边 这是还出了名了 说当时正在结婚 这个新娘是个记者 这几天他还说 我不是炒作 我穿着婚纱报道 你看 这个是战士们 那个军车 救援途中军车翻了 这战士牺牲了 这是给他点上三根烟 来 这个也是 你看这对情侣 在跑 你再看下一张 那个小妹妹 这个脚伤了 他男朋友这么抱着他跑 后来 你再看下边 这个你看 就是这个 所以都往那去 把路都堵了 这个就是 这辆车 就停在这 这救援的车都给堵住了 最后找不着人 这战士们就抬走 把这个车抬走 轻障 你再看下边 就是我们了 所以这次的这个很多事情 引起 这次包括这个慈善救援 都是一个话题 这个红十字会是吧 我听说是 这个网上一片脆 说是 有一条很有代表性 就是说 小红 你确实是已经丧失了民心了 然后说 说捐的钱 比这个 捐给一基金的少的 不成比例 然后大家还说 你干脆 一直要撞死算 我不知道是哪 哪天看的一个数字 我就就就 说红十字会 捐给红十字会钱 十四万多元 对 一基金是两千多万 两千零十四万元 所以他们说 说你干脆撞死算 然后马上接着跟帖 说说的 死了还要验尸 就恨这个红十字 因为上次这个事 主要是 所以李老师也 也有过这个经验 你这就看出来了 就是说 这个信任 信任的丧失 我觉得这是多少多少 都挽回不回来 你就看到这个教训 甚至有些时候说 这个信誉 说实在的 有的时候也可能冤枉 但是你必须认识到 就是这么回事 是吧 比如说 这郭美美 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 是吧 即便真的没有关系 但是一旦要出来 这么一个事情了 大家第一联想 就是 多少年都救不回来 你说这个红十字会 我的担心 他这以后 反正这 我觉得有个时间段 而且大家这种 就怀疑 你看刚才你出的 这个这个婚纱的 这个女主播也是 手的就很多人的反应 就是当然也有说 最美新娘什么的 就说的很那个什么 但是很多人也就质疑 说这是不是作秀 在这个时候 后来我还想 我说幸亏他穿的是白婚纱 正好一身搞素 也算是 你要是真的是一个婚礼 大红的一个 他敢去吗 而且可是呢 就是说也是 就是他连换个衣服的时间 都没有 好像也不是 所以你这感觉 真是中国人的 这种就是人生如戏的感觉 有时候 好像一出了一个事 就马上这事变成一个舞台了 而且其实这个 我们看到有人这次就评价说 说这个中国社会有个特点 就是实际上它是什么呢 你说它动员 灾难这一发生 它是高度动员的 但是呢 它又是组织不足的 组织不够 很多人你看这次就是 到后来那个沿的那个路 都有人举这个牌子 就说志愿者 自愿的志愿者 你都把路堵了 就说你们不要进去 你们得把路留出来 这个我看到过 因为我们昨天回来看到过 因为我觉得这个 从我们这个社会来讲呢 我们是需要向善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一代 从这一代来讲呢 大家的善心我也很尊重 对 比方说我从这个黑水 我们绕的317往回走的时候 就看到有几十辆 汪川的出租车司机 因为从他的牌号 已经车门上那个 那个标识公司的标识 我知道一看就是汪川的 几十辆自发的 他们开着出租车 里面装满了一些饮料 水 还有方便食品 我还拍下了 发了个微博 据看的话 有几万个转发 很多大媒体都都就转 我觉得但是大家 更多评论的话呢 是在于说 在第一时间 知恩报恩 这是我们中国人 传统的美德 如果一个人 一个民族 一个阶层 连恩也不知道报 我们在谈什么价值观 谈什么组织观念力量 那我认为都很苍白 至少这点来 让我们很感动 可是问题呢 当我们这么巨大的灾难 来临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 昭示这样向善的力量 昭示人性光辉 知恩图报 知恩报恩的 美的这一方面 但是我们也需要 有效的组织 也许这一几瓶水 就能救一个人的性命 也许我去了以后 我就用我的手刨 也许能刨出来 但是问题 我们现在等这个事情 过了24小时以后 我讲的这是 刚刚发生几小时之内 开到的事情 等24小时以后呢 有这么多的人 尤其有国家力量 像我们的军队 我们的大量的 正规的专业力量 介入的时候 再有这么多的 民间的力量 或者说亲力亲为 我觉得就显得 可能就会带来 很多负面的 所以这时候 是一个社会组织的问题 当造成堵塞的时候 无论信息堵塞 交通堵塞 还是人满为坏 更多的这种堵塞的时候 那更重要考虑到的是 我们应急强权指挥部 它的协调能力 社会发动和组织的能力 对 你能把这些所有 所谓向善的力量 都能够组织在一个 非常有效的结构里 合理的分工 这是很重要的 对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一千个外国人眼中 有一千个中国 打开美善 了解中国的门 对话各路 中国通 茅台葡萄酒 世界看中国 星期一 十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一种力量 汇聚东方智慧 靠近你 鼓舞你 成就你 同鼓舞 共发展 中国龟山银行 双科 你这个整天考察地址 你觉得目前 咱们生活的这段时间来说 是地球上的这种灾难 比较高发的时段 还是不算是反常的 至少说 从现在迹象来讲的话 并没有说 整个地球 进入到什么活跃期 或者什么了 这是我们看到证据 因为从这么多年 就是我们人类 有科学记录和科学的 长期的观察 查来讲的话 地球上 整个全球 每十天 差不多就要发生一次 6.5级以上的地震 问题是从我们统计资料 又看到的 很多科学家监测的证据 一次大的地震 因为我们讲说 三级以下地震 是叫做弱地震 三级四级地震 差不多算有感地震 你我会有感觉 五六级就算中大型地震 六级以上算大地震 像七级八级 都是特大地震 会造成财量的现象 就是6.5级应该也算大地震了 就每十天地球上就会有一次这样的大地震 但是呢 我们又观察 每一次大的地震之后呢 地球会进入到相当长时间的相对平静时期 这是证明了一个曾经的一个学术派别的观点 就是一次大地震意味着地球在一定范围内 这样的引力的释放 就像说 我们制造一个原子弹 爆炸威力很强 但是你制造一个原子弹 总是需要时间的 除非你有长期的积累 地球也是这样 我们要把它理解为一个特大型的炸弹爆发的话 它是需要时间制造出来 再爆发 它积累这个力 比方最有证据的 我看到的一个资料的统计材料来讲的话呢 去年的12年的4月11号 印尼的苏梦达拉 发生的应该是我们人类有记录 有科学记录以来的最大的地震 8的6级 非常惨烈 它是个走滑式的 这两个板块是这样错动的 这个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 但是从那以后 大概有90多天时间 全球没有记录 记录到一次超过6.5级以上的地震 就不再有10天 就不再有10天一次的那个规律了 基本上 那个10天一次 基本上一个平均数 是平均率 也许它有价值 也许没有价值 但至少说是我们人类 这个百十年间的观测 记录下来的 我说这个呢 就是一次地震之后 也许呢 会昭示着这个地区 在相当长时间呢 会记录到相对平静时期 我听您怎么像这个人士 就是说地球的折腾 大折腾一下 它也累了 要歇会 而且说这个年轻的这个地壳 反而特别活跃 就这个年老的一些岩层 它就比较安静 总之呢 像这一顿都是发生的 地球的脆弱领带 也许是两个板块碰撞领带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地链放大咖啡的木链子的 也许是他的 还有这种旋律 在片尾的墟盾 摇启示录 中文字幕志愿者